歡迎來到新臺灣星光大道 我們從兩岸的ECFA議題 回到國內的政治議題 這幾天相當熱門的話題 是花蓮縣的副縣長 傅崑奇用他自己的前妻做副縣長 居然法令上還沒辦法管 我們來看他們就職的第二天 兩個人沒進辦公室 但是到災區去視察 這個兒童的問題 學童的問題 婦女的問題 弱勢的問題 找我們徐副縣長好不好 在縣府的部分 我也會全力來協助現場 協同他所有的縣 這是不是很荒謬的 臺灣地方政治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壞蛋 傅崑奇就是壞蛋 甚至還可以講他混蛋 我跟你講 當初 因為他在立法院裡頭 朋友太多 他這樣會不會被告 我就照你 你還要幫他握手一下 我跟你講 當初 他在做壞事的時候 因為他在立法院裡的朋友太多了 沒有人敢 說笑不聽 我跟他法院朋友 對 他朋友太多了 而且甚至 政論性的節目的來賓 大力撻伐 傅崑奇的也不多 我說真的 那些人不是孤教 在台灣的政黨 可能是孤教而已 你如果不是孤鳥 事情真的得到多助 你看像說 馬英雄沒體育 你現在倒回去聽 馬英雄沒體育 對 他很理想 他聽到 我覺得這個是什麼 大家說一道理論 這個講三個字就對了 假離婚 膽大妄為假離婚 我們現在如果假結婚 是炒股啦 沒有嚴重啦 跟國民黨的黨規處分 不符合啦 黨都提供的 現在才說這個派人 這更像派人嘛 無法無天 對不對 瞞天過海 做白的做盡啦 我現在還有派人要跟你騙我講 我說我講還不敢玩 但是你看 今天就有一個 有一個讀者投書嘛 你說民法沒有得幾條 裡面有說 他說沒有法條可管真的嗎 不是 不是 他舉了一條說 如果我們兩個人共謀 為了一個某個目的 做著妥協 這件事是假的 這個無效 我們兩個人都默契這個無效 我說我請問大家 我那件事不說 因為查理貿易貿易貿易商務 那不用查啦 那不是在查大陸妹妹說 你先生穿什麼內褲啊 早上從哪一邊床下來啊 我跟你講 那不是在查那個 我請問大家 我請問全國的觀眾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個 在上個禮拜有剛離婚的 那現在對於他已經離婚的妻子 這麼好 哥說宋德 說我們這個政務下去 有事情要表達我們政務 我沒有看過台灣的風俗 美國有喔 美國 美國有在離婚以後好和好散 台灣離婚的 王對離婚的妻子 這麼好 我 所以這就是嫁的嘛 大家都知道那是嫁的 我問是你敢說這是真的 這敢說這是真的 這嫁離婚嘛 我們全台灣 真的讓他這樣 這樣附起來喔 我實在受不了 我還有沒有更髒的話 給我 我還要在哪 那你有沒有想出方法啊 方法比較重要 到底該怎麼辦 我覺得 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我覺得尋法律條文就可以處理了 法律條文 就是他們兩個是共嗎 因為我不是 我現在恨不得我是學法的 你知道嗎 那絕對找有的啦 如果你要查稅的話 這個就直接可以查下去了 查稅 對啊 通常查稅的話 你會用離婚來脫產 但是如果你認定說 這個是假離婚的話 他那個之前的那些作為都無效 那要有人來認定說 這是假離婚啊 所以走法律條文 都要有這個法律條文 假離婚很難證明 那個剛才沒做到意思 大老講到的是那個 那個明法87條啦 因為那個 前台北地方法院院長胡志忠 今天在聯合報告投書裡面 也提到 明法87條就是說 這個兩個人如果是通謀 為虛位的 那其實意思表示無效 意思就是說 兩個人講好離婚 那實際上 那個婚姻的實質關係 是還存在的 這個離婚是無效的 可是 傅恩怡這個問題是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考驗誰 考驗那個馬政府 就是說 我們當然知道說 他們這個離婚之後 他的離婚在構成法律上的要件 可是我們當然知道 他們實質的關係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從過去很多視線裡面 都可以看到類似的狀況 不過 傅恩怡真的比吳俊麗更聰明 吳俊麗上次是想這麼做 未遂就失敗了 那 傅恩怡是完全計算得好好的 那 你要透過現有的法律喔 去處理這個問題 恐怕都有問題 而且處理不乾淨 最好的方法 還是回到司法的本身 就是傅恩怡本身有什麼司法官司 這個最高法院 台中高等法院 能夠快一點 然後查清楚 你干預司司法喔 我呼籲喔 我只是呼籲 不可以呼籲 怎麼快一點 照平常的運作來 你知道他老婆還是代縣長 不可 不是 要補選 但是到時候這個縣長的指派 看來就不是傅恩怡的這個職權 那從小就考驗花蓮人的智慧了 對 回過頭來 因為傅恩怡既然是民選上來的 我覺得最後還是要回到地方上去啦 也就是說 其實我是有點懷疑 就是花蓮人的問題要花蓮人自己才能解決 沒錯 而且我很懷疑喔 如果傅恩怡不在縣長的位置上 他才真的有那麼強嗎 這點我是有疑問 那很難講喔 這個 吳俊麗 傅恩怡也沒比吳俊麗高明啦 因為吳俊麗是後來被停止啦 那如果現在 剛剛董豪兄提到最高法院判決下來 傅恩怡被入監服刑 那又高明在哪裡 因為 後來吳俊麗被停止之後 就剛剛主持人提的嘛 因為任期還沒到一半嘛 所以就補選嘛 誰去補選 就邝利甄就選上啦 但是邝利甄選上啦 那這個 傅恩怡的這個 的副縣長 傅恩怡的副縣長 也不見得選不上啊 剛剛郭正麗委員很考試 那考驗你們花蓮人啊 考驗花蓮人的智慧齁 這個 我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啦 就是反正就到選舉 但是有幾個 比較積極面的我要講齁 如果這個 前台北地院的院長 提出這樣的見解齁 簡太郎 因為簡太郎 已經幹了很多年的內政部次長 你是主管機關你不懂嗎 你讓一個退 他可能沒有研究民法啊 內政部 你不能講主管要沒有研究民法 那要這個主管機關幹什麼 不會啦 他很熟的 不可能嘛 所以也是好朋友 不是 你主管機關一定要處理嘛 你的公權力在哪裡 因為不是只有胡院長 提出這樣的看法 別的學法律人 比如說那用行政程序法可不可以 用民法可不可以 都可以的情況是這樣 主管機關不能說 欸我不行 你不行不行 那你就嚇了 可能他好像有處理 他都派人去調查他有沒有共同生活 對 那個跟民法跟行政程序法 都不一樣 剛剛郭政委講說 有沒有同居的事實 那是公務人員什麼利益衝突回避法 那是另外一個法 所以民法 行政程序法 公務人員什麼利益衝突回避法 好幾個法可以用 你不能講跟我講沒辦法 那另外一個更積極的是馬總統 馬總統當然 你要不要修法 現在修法 修法 我修什麼 修法應該是沒辦法 我修了嗎 我不要說一句既往 我從今天生效 他說 修法要跟你講一個好玩的事情 我先把他講完 可不可以修法 修什麼法 公務人員利益衝突回避法 我即日生效 你在這個法律 對不起我講一下 郭委員 對不起 我修法之前 你當副縣長的這個 這個行使資源都有效 可是我法律剩下開始 你就不能 不能這樣子 任命你的前妻當副縣長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你說法令 把前妻規範進去是不是 不是 我說再規範完整 因為我們台灣的政體 就不會建設 就不會建設說 我就跟你擺明 我要假離婚不行 可以啊 你假離婚那我可不可以修法 我當然可以修法啊 我有四分之三的立法院 我是總統兼黨主席 金小刀都來幹我秘書長 我為什麼不能修法 當然可以修法 馬總統你再暈不起來 天天罵你 最後我提一下 1月9號 匡立正要選立委 馬總統你要不要去站台 金普通不重要 馬英九你要不要站台 一句話 馬英九你去站台 那就不要修法了 那就讓傅崑琦老婆去幹副縣長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子 就看馬英九 你玩真的玩假的 一句話就好了 我們先進廣告 再回來聽鄭英鵬的笑話 一定是玩假的